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了半年就退学在家 1924年 陕北军阀景月秀部队石千凡 驻安定县的李向九连招兵 15岁的闫红燕报名参军 后来跟随连长李向九的影响 此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他才16岁 从此开启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土地革命时期 前红燕和谢子长 刘志丹等人 在陕西领导游击队打土豪 曾田地建立了苏维埃政 权 后来任陕干游击队总指挥 又参与并创建了陕干工农红军和开辟 以正宁为中心的陕干苏区 就此贡献 就足以授凡上将军衔了 解放战争期间 他又参加了满海战役 渡江战役等战役 可以说战功赫赫 1951年的时候 田红燕离开了军队转到地方工作 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 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西南行政委委员会委员等职位 按理说在1955年受军衔的滞后 因为田红燕已经转入到地方工作 已经离开部队 是没有军衔的 但是考虑到 他对陕北革命跟距地做出的贡献 中央破格授与他上将军衔 事实上 田红燕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和陕北党中做的贡献很大 这点连毛泽东都给予过肯定过 可见 田红燕的贡献不低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田红燕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波及 1967年1月 田红燕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 福安年要自杀 十年58岁 他也是唯一一个在文革中自杀的上将 四人帮粉碎后 田红燕得到平反 骨灰并葬入八宝山拱墓 值得一提的是 田红燕和高岗 曾在闪干游击队中打过游击 田红燕是五支队的支队长 高岗是五支队二支队的大队长 按理说两人职位相当 用在一个部队待过 关系应该很不错的 其实不然 田红燕为人正派 刚正不合 坚持正义 曾在多次让高岗下步来台 一次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高岗当着田红燕的面 吹嘘自己如何建立了闪干渗距地等等 结果田红燕一句 你的历史我都知道 林阵战斗当了逃兵 你根本不是闪干游击队的委员等等 一席话让高岗面红而至 很是下步来台 后来高岗又在为自己当逃兵编造理由 田红燕又因此揭穿了他的谎言 至此之后 只要有田红燕在地方 高岗都不敢高谈阔论 至此到高岗当了副主席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田红燕的性格特点 最后向先辈们敬礼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